全球大爱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王春华 台湾大小医院近20年来 增相投资新型仪器 医疗科技的发展 相信对诊疗病患的疾病有所帮助 但是行医这么多年来 尤其是进入了台北慈激医院服务之后 我深刻地感受到 唯有真心地对待病患 把爱融入医疗当中 跟是抚慰病苦患者最好的良药 爱好抽象如何落实 让病人的医疗变得有温度 让医院不再是充满悲伤的地方 我们今天很高兴地邀请到几位 特别来宾来到现场 首先让我们欢迎我们慈激医院的大家长 赵友诚 赵院长 院长好 主持人好 全球大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感恩您 另外第二位介绍的则是我手上这本书 《爱是人间最好的药》的采访者 邱淑仪小姐 淑仪好 主持人好 院长好 全球观众大家好 欢迎你们 院长请教一下 正言上人当初创办医院的时候 期许感恩 珍重 爱的全能医疗 请问您的诠释又是如何 让如何把我们的医院带到这样的境界 医护都是算科学家或者是临床工作者 他们很重视专业的提升 但是在医疗这个行业是人与人之间 因此上人说的这个感恩尊重爱 上人最近也在讲这个法华经 那就提到平等性质 当然还有妙观察质 我们用我们的眼睛去观察苦难 去了解他们的需要 然后用平等的心 也是当然也很感恩他们把生命托付给我们 很尊重每一个生命 用人与人之间最单纯 最真诚的爱去彼此对待 那其实我想不只是病 病人病家 我们在同事之间 对人对事对物 其实在台北慈祭院 都以上人其免我们这五个字 做我们一直努力的方向和目标 平等的心 要观察彼此尊重 感恩 尊重爱 其实想问一下淑仪 真的是因为我们知道 就是根据最近的统计说 台湾每一年将近500件的医疗纠纷 可见这医病的关系真的很紧绷 请问一下这天下 我们的文化有出这本书 《爱是人间最好的药》 这本书当初是想表达 怎么样一个不一样的思维呢 我自己在采访的时候 也觉得就是我听院长讲的 很多医疗爱的故事 不只是院长自己 还有就是其他的医师 包括护理师 社工师 像社工师怎么追踪酗酒的病人 然后医生怎么样帮癌末的病人 完成心愿带去看海 写这本书的时候也有采访到 院长以前在三种时候的病人 到现在都还有在看诊的 然后那位范先生 我在采访他的时候 他讲到一句话让我 让我很感动 印象也很深 因为他家他的爸爸妈妈 他自己都是院长的病人 然后他讲到说 过去他爸爸妈妈生病 然后在整个治疗的过程的时候 他说院长知道我挤我父母 他比我更挤 那这句话我觉得很贴切 就是表达出院长是用什么样的心 在对待他的病人 然后回到医疗纠纷来讲的话 如果说每一位医护人员 都可以用这样的心 来对待病人的话 那医疗纠纷基本上 应该是不可能发生的 其实院长有时候都 常常阴阴地叮嚀 我们就是说 不要说为了什么健保脊腹等等 而绑手绑脚 那所以院长特别希望 我们能够照顾弱势的 这一个族群 是这样子 就是在医学能力里面 在制度里面行医也是蛮重要的 所以我们都很尊重 所有的规定和制度 但是如果是因为贫苦 因为是经济 因为钱的关系 阻拦了该有的治疗 或耽误了医治的时机 那就不是我们医者 或者说上文创办医院的初衷 我们住院的病人 有55% 他的每个月收入是2万块以下 那这个是算比较困难 那第二个就是说 我们的住院病人有50% 他是国中毕业以下 那当然他这个在就业或各种方面 他就会弱势一点 那其中这个50里面 有10.5 有都是11 有都是10 那是没有读过书 不是字 或者没有进过小学 所以他就是真的是弱势 那我相信他们会在 算走投无路 或者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 因为慈悸来到我们医院 他们有的时候 还蛮远的地方来的 但他知道他只要来这里 后面的话 就会有很多人帮忙 是 所以不管是 他是我们俗称的弱势 不管是他的经济状况 教育状况如何 来到我们这边 我们都以平等心 尊重感恩爱来照顾他 今天的节目现场 有患者 他在我们医师 世病有心的照顾之下 继续他亮丽的人生 让我们欢迎亚青 亚青 大家好 我是周亚青 你好 你现在脚还好吗 还好 其实不注意看 其实应该看不出来 为什么会一直提到亚青的脚呢 要不要请您 先生说法跟我们讲一下 我主要是在2014年的时候 因为刚好一场 清明节的扫墓 所以在刚好遇到一场意外的车祸 所以造成我的左下腿的一个 严重性的粉碎性骨折跟开放性骨折 所以造成我的左小腿的一个节肢 其实那时候其实还蛮紧急危急的 听说你那时候在急诊室的时候 家人都好担心 还曾经询问过就是台北医学中心 有一位创伤界的大佬 他那时候还说紧急之下要你从膝盖整个截肢掉 那时候你还想要转院 后来为什么全家还是愿意留在台北慈激医院呢 应该我觉得最主要还是要谢谢我当初的主治医师 就是周博士医师的一个很细心的照顾 还有我们的医疗团队 那其实刚好因为是很意外遇到这样的状况 其实本来就会有一些慌乱中的一个评估 那还好我最后选择留在慈激医院 因为要不然我可能现在变成是大腿截肢 不是膝下截肢 那因为插了这一段的膝关节 其实对我后面的一个人生其实是差异很大的 怎么说呢 因为如果我有自己的膝盖的话 其实我穿上一支其实一般正常人能做的我几乎都能做 但是如果是大腿截肢的话 那个局限会差很多 对所以可能没有办法像正常人这样的一个行走 那加上后续这个抑制的费用 也是好几倍的一个假查 对所以其实有这些关节 不管是在我日后的生活 跟我的未来抑制的费用负担上 都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是 雅清刚才说到骨科周博士医师 就是我们画面上的周博士 听说他那时候都亲力亲为 一天三次到病房帮您亲自换药 对 那像这张照片 听说是那时候他是跪在地上 帮你看那个伤口的复原状况 对 那一段时间其实还蛮辛苦的 所以真的很谢谢周医师的细心照顾 帮我照护我的伤口 才有办法保住我的膝关节 哇真的是非常感恩哦 请教一下院长 其实你以前就对变换就已经很好 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士兵尤情的医师 但是你有提到 就书上有提到说 以前感觉都是像单兵作战 感觉还是没办法给病患更好的一个服务 那你现在来到慈激医院之后 觉得好像有个很好的 很坚强的一个后盾在 帮助你就是支援你 请问一下这个后盾是什么啊 我跟你说 你不知道当我发现这样的时候 我有多高兴 在慈激真的有非常非常多的志工 但还有我们的职工 还有我们基金会宗教处 太多人了 所以你说有发现到这个世界有多欢喜 真的只要我想 只要我看到一个需要帮助的对象 我们都可以 院长刚才有提到 志工是我们业料的后盾 那首先我们现场有来邀请到一位 长期在我们的医院 还有社区担任志工的彩霞师姐 大家好 我是游彩霞 彩霞师姐 你今天来到现场 要不要跟我们分享一下 你这多年来从事志工的一些心得 是如何有方法 有制度的来帮助我们呢 如果是慈激医院 他们接到的病患 那因为他们本身 如果是因为第一个 如何知道他 他的生活有问题 就是从他缴不出医疗费用 那他会找到社工 那社工呢 如果在医院里面 他就会从我们的访司体系里面 有一个院访的制度 就是专门我们一起 师姐 我们好几个团队 专门是在协助 住院病患 他们的经济的问题 或者是心灵的问题 就是他们如果需要一些苦闷的事情 家里面有任何的问题 后面他们的生活有状况 那告诉了我们的院访志工 那这些呢 会回到我们的访司体系来 那当他回家之后呢 那就由社区的志工来接棒 那另外一块就是 我们在社区访问 访司的时候呢 我们会发现很多 很多需要治疗的 他错过他的医疗黄金时期 或者是说 他其实非常的需要医疗 可是没有人陪伴 那也没有 没有说一些医院 有些医院 就是他可能 他因为没有钱 他不敢去 那个健保也没缴 那么就没关系 我们带你去 那带到医院来 那医院二话不说 都不会说 你有没有钱 我们收了再说 所以我们此际志工是 真的是有制度 有方法的在 呵护每一个患者 也请教一下院长 就是说 其实讲到那个 台湾的医疗史上 有八仙城报 觉得是个不可磨灭的一页 那想请教一下 就是说 我们台北医院 远在二十多公里外 其实那时候 有十多位重症的 这个烧烫伤患者 送来我们医院 可是我们医院那时候 记得是没有烧烫伤病患 院长你怎么 有那个信心 这样子承接 承担这个重任呢 过去我们因为医院 十二年嘛 历史不是那么久 所以我们没有主要承担 这个烧伤病人这件事情 但是当这个 重则大人来的时候呢 我们把加护病房 一个区域 就给它改装成 包括在 防治污染啊 动线啊 各方面啊 做很细心的规划 镇压病房 镇压病房 对让所有的事情呢 就仿佛是量身定做 为这些年轻的朋友设计的 那么当然我也有信心 我们所有的医师 护理师 还有后面许许多多 全员的同仁啊 一定可以 所以在那个时候 我们是让外科医师 在开刀房专心嘛 其他在加护病房 还有后续的事情啊 我们是每天每一个病人 每一个数据 这样逐项来开会 让每一个人对每个病人都非常地了解 所以因此他们也都能够平安地出院 就非常非常感恩所有的人 没有院长你只轻轻待过 其实后 我知道那时候每天早上的行政会议 中午的专家会议 你都亲力亲为 每天早上五点 你真的都会进到 去加护病房 看这些小朋友 这些病患们 他们都非常感恩 都会叫你爸爸爸爸 对 是 其实每天早上五点钟 去看每一个病人的每一个数据呢 我可以知道哪一个病人 还有哪些主要的问题 那跟大家讨论起来就非常的快 那也因为 反正院长都投入了嘛 大家精神会更抖手 那不过我还是要感恩 真的所有所有的人 包括我们的志工 真的是全部世界 全部直系世界动起来 也不是单纯我们医院 那十二位小朋友 其实整个八仙城报的伤者 志工们到每个医院 去护卫家属 让他们心能够安 家属心安的 一线的医护同仁 才能够专心去抢救病人 这次的事件 其实彩霞师姐有参与 其实中尉 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那时候你是如何 去安抚他们的心呢 当时就是我们接到院方说 有这么多的伤患病人 进到我们的慈禁医院里面来 那其实我们在新闻上面 看来已经非常非常的心疼了 那所以我们在社区里面就决定 我们采取一对一的 人力从哪里来 就是我们大家去排轮班 所以我们一个家属 是有好几组的师姐在陪伴的 那这过程当中呢 当刚开始的时候 慈禺院这边他急着救人 所以我们就赶快准备便当 我们就每餐 我们都要准备便当 早餐的时候 我们就另外再处理 那这样子有一段时间 那院方呢 很快就接棒了 很快接棒就在我们的开刀房 还有那个加护病房外面 那边就准备了温馨小站 就准备很丰富的 这些点心还有茶点之类的 让这些家属安顿他们 因为他们有时候太悲伤了 太悲伤他们没有去吃饭 那刚刚提到时候 我们是如何陪伴他 因为这些家属 你看碰到这样的情形 他的孩子都是那么严重的烫伤 所以他们很悲伤 那悲伤的时候就是哭 因为他们哭 我们就去抱抱他 还有呢 这些孩子很年轻 很多是他的同学来 那很多同学来 一群来也是在哭 我们就跟他讲说 你等一下要去视讯 虽然你不能亲自看到他 可是你们一定要带着笑容 因为这时候 他们最需要的是你们的祝福 是你们的笑容 让他安心 让他认为自己情况是越来越好的 经过了一段时间 孩子一个一个出了加护病房 我们也是陪着他高兴 是 所以彩佳师姐你们就是好好地安抚好这些家属的心 还有这些小朋友他们的心 还有他的同学的心 让他们从原来的生气 愤怒悲伤 能够转换成正向的方面的祝福 对哦 所以其实我知道院长就是说 你有想到说 如何在这样子的一个医疗过程中 启动爱与善的循环 所以院长那时候想到一个很好的一个 是当时有一位 十八九岁的小女孩 他的腿烧得非常的严重 虽然我们用这个通血管的技术 两度为他打通血管 但是因为可能组织已经 没有办法挽回了 所以其实 技术上是通了 但是看起来那个腿是保不住 所以在开会的时候 大家都商量说 要怎么样去跟他提起 可能要节制 大家都推来推去 因为要谁去跟他讲这个坏消息 有人说叫他主治医师讲 有人说叫心理师讲 有人说叫护理长讲 最后就推说院长你去讲 因为你五点就去了 你最早去 其实很不忍心 但那时候我就想到周小姐 所以那时候我就拜托 大家把周小姐请来 是不是可以她也陪伴 让这个小女孩 有一个学习 或者是有一个依赖的对象 我很感谢她 其实周小姐在上班也蛮忙的 她只要有空 她就来陪这个小女孩 刚才院长有提到 你是非常正向开朗的一位女孩 请问一下 你从当初是被治疗者 被关怀者 而转换一个身份去关怀别人的时候 你那时候心里面上会有什么挣扎 或者是有没有什么样的感想 不会啊 其实还蛮开心的 因为我自己在慈激医院的三个月 其实我收到我的医生 所有医疗团队满满的爱 那时候我就觉得说 第一次这么深刻的体认 能够好好的站在病床边 帮助需要帮助人 那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那很高兴院长想起我 那让我有这个机会能够去帮助这个八仙城报的这个小女生 那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 其实真的就体会到那句老话 就是失比受更有福 就是在这个帮助的过程中 虽然我只是阐述我的经验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得到的比我付出的还要来的更多 因为其实在这世界上比我们更加苦难的人实在太多了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你会帮助你的心是更坚强的 也真的是非常感恩你帮助那些小朋友们 赶快走出那个人生的低潮 真的 那想请教一下舒逸 因为其实我知道你在写这本书之后 就是整理这本书之后 你发现说其实我们台北慈激医院的医生 其实除了本身的医疗的业务之外 好像还有很多的外物 对 这个基本上在慈愿服务的医护人员 我觉得都是超人 像偏乡疫诊跟国际症灾这一块 应该是慈愿跟台湾其他医院很不一样的地方 那我第一次听院长讲那个偏乡疫诊的震撼教育 我回家我就上网去找 去找那个很多就是 人医会跟那个慈愿医生去偏乡疫诊的资料跟影片来看 那些地方真的 我们可能平常根本都不会走到那边去 那院长他们不仅是说到了偏乡 到了那种很远的山区或什么定点的疫诊 他们还就是在志工开车 然后载他们进去更里面更远的山区 因为在那样的地方基本上只有老人家单独住 然后都没有年轻人 那老人家如果生病的话 怎么看医生真的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那让我觉得很佩服也很感动的是 这个疫诊不是说看一次 然后有情况的话 就后面的志工会帮忙盯着 那再有什么情况的话 就安排把病人接出来到慈愿医院来就医 这个真的是很不简单的事情 是 刚才淑姨讲的就是商人说的 就是苦难的人走不出来 幸福的我们走进去 听说这也是院长来到慈禁医院之后 首次有一个震撼叫 因为我看到书里面有写到说 有好多就是那种关关难过关关过那种 社区里面有很多的慈禧的师兄师姐 平时他们就在照顾这些人 各种生活啊 各种富慧啊 倾听啊 所以医师去是带去其中的一环 一定要感恩他们长年的照顾 不然谁能熟门熟路带你去啊 谁能去了敲门 他们就打开家门 好像欢迎自己的亲人来了一样 带着这么多陌生的 医护来 所以慈禧世界啊 在这个照顾上 我觉得商人是算是天罗密网啊 滴水不漏的照顾 这个世界是很美的 但是我想只有参与其中的人啊 才知道 你看他们天天都很欢喜 在欢喜什么 就是因为有服务的机会 有能够帮助别人的机会 而且知道自己是要感恩 因为自己是很有福气 能够付出一点点 是 院长刚刚提到的是我们台湾的偏向医疗 那你有没有跟我们分享一下呢 国外震灾的部分 我自己是参加了一些 到了当地啊 你才发现其实难行人行 每一个灾区的状况都不一样 不只灾难的形势不一样 你要面对的困难也是不一样的 要跟当地的政府或者机构沟通 要怎么样能够接近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真的是非常非常不容易 不过还好 各地的慈禧大军呢 都很有经验 最重要的是很有爱心 而且百折不恼 很有毅力 也很特别 有这个院就自然会有很多贵人来相助 会有很多好姻缘 最后促成非常的圆满 让这些受灾的人 最后不但能够得到 他们需要的物资金钱 最后他们的心都改变 很多人变成志工 很多人会来爱护自己的社区乡离 我觉得这个才是 让我们看到最感动的部分 真的是一个爱的循环 善的循环 那在最后再想请教一下院长 就是我们台北慈禧院 致力提升医疗品质 那想请教一下就是院长 对于您自己跟我们台北慈禧院 未来有怎样的期许 当然我们都希望每一个来到医院的病人 都能够离古得到最好的医疗 那这个部分不只是现在 医界已经可以做了 还需要创新研发 把医疗的这个品质 还有医疗的技术 提高到最高境界之外 我想爱是最重要的 所以不是资深的医师护理师 所有只要进到台北医院的 这些各职类的同仁 我们都藉由新人的教育训练 还有我们自己日常的工作里面 不断的带领训练 让我们有这样爱能量的人 很多很多 再来就是跟志工大家携手合作 不只在医院里面 在社区里面 在偏乡甚至在国外 只要我们能够去得了 只要我们知道的 我们尽我们最大的力量 来帮助我们所有可以帮助的人 爱是人间最好的药 爱也是行医者的初衷 台北慈禁院在赵院长带领之下 以爱为药引 融入独特的慈禁人文 未来将持续于全能医疗的精神 照顾患者身心里的健康 今天分享感恩赵院长 以及各位特别来宾 更感恩您的收看 志伟一守护爱 我们下次见 欢迎订阅